鲍威尔临阵脱逃 美联储可能真的要硬着头皮提前降息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本期节目的话题 我们来说说美联储提前降息的事情 美国现在整个国家的气氛 透露着一股不对劲 那么证据就是 在国防部长奥斯丁手术盾之后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也新冠盾了 奥斯丁手术盾这件事情 相信大家还有一些印象 当时英国和美国 忽然就把飞机开到野门境内 空袭忽赛武装 全世界都要奥斯丁给一个说法 结果最后五角大楼就说 这位防长因为前列腺问题 当天是在做手术 这台手术连拜登事前都不知情 说是手术 但这个时机选的这么的巧 明显就是奥斯丁眼看中东的局面 无法收拾了 想了一个办法来甩锅 而事实证明 中东局势确实也是一路朝着 美国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了过去 奥斯丁之后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现在也开始有样学样了 那么这几天 美国劳工部就公布了 四月的经济数据 说美国通胀 终于出现了好转 没有超预期 而是控制在了3.4% 虽然比美联储设定的预期目标 2%还是高不少 但是总体来讲是可控的 这个数据一公布 全世界都在找鲍威尔 想问他一个问题 那就是 今年6月的议席会上 美联储究竟是降息还是不降息呢 CPI数据是美联储利率政策的一个风向标 一般来说 CPI控制住了 那么证明经济运行趋于平稳 美国经济软着陆是有望的 当然 这是官方的说法 近几年 随着美国的事项越来越难看 这个金融政策是越来越混乱 CPI和美联储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早就因果导致了 以前是美联储看CPI数据 来决定自己的利率政策 但是现在是美联储先决定要不要降息 然后再让所谓的经济学家来做账 但是无论如何 CPI数据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风向标这件事情 还是板上钉钉的 但是这一次CPI数据公布之后 美联储的反应很奇怪 CPI数据结束了半年的超预期上涨 按理来说 美联储拿出这个数据给人看 就是要准备降息了 但是美联储对外却一直在放鹰 说不打算降息 那么这几天美联储知名的鹰派理事鲍曼还说 到今年年底都不会考虑降息 那么问题就来了 美联储这个息究竟是降还是不降呢 那么从现在的种种迹象来看 做一个预测 那大概率是会降的 要么是在6月 要么是在9月 不可能像鲍曼说的那样 直接拖到年底 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紧盯美联储的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 最近都有动作 欧洲央行之前一直嘴很硬 咬牙不愿意降息 就是为了不想让欧元在美元之前贬值 被美联储收割 但是美国CPI数据一公布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官员 第一时间就站出来 表示对6月降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欧盟的议席会日程表是跟着美国走的 比美国的议席会提前一周 欧洲央行放出这个风声 很有可能就是在读美联储降息有望 日本央行的态度和欧洲央行差不多 4月美联储公布CPI数据高调放音之后 日元迎来了一轮的大贬值 5月的数据公布之后 日元虽然有所波动 但是明显没有出现之前那么夸张的跌幅 这就证明日本央行还在咬牙动用货币工具 硬挺着不愿意让日元币值一切千里 如果日本央行判定美联储像豹曼说的那样 今年年底甚至是到明年才降息的话 那么这种咬牙硬挺根本就没有意义了 日本现在很有可能也是在赌 豹曼放出来的是烟幕弹 美联储很快就要撑不住降息了 第二就是拜登进入大选中期冲刺了 美联储必须得帮他印钱刺激经济 纽约时报的最新民调显示 现在拜登的支持率在五个摇摆州都全面的落后于特朗普 如果美联储再不放水印钱 那么他连任的希望只会越来越渺茫 虽然印钞买选票这招是饮证止渴 但是美国历史上大选年干的饮证止渴的事情可是太多了 不差这一次 当年尼克松就是在通胀没有控制住的情况之下 勒令美联储主席博恩斯降息 结果把美国推到了经济崩溃的大智障时代 那么现在的情况和当年尼克松时代非常的像 美联储这次很有可能是准备搞一个大事情 CPI数据刚公布 鲍威尔就宣布自己因病住院 那么很明显是和房长奥斯丁一样在准备甩锅 意思就是如果这次美联储降息降出了问题 那他该不负责 好了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大家认为美联储是否会在6月降息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记得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